现在呢来这一个石龙缸这里 有一户我们现在那个那个已经到了这个就是我装弓的车 哈喽哈喽 嗯 OK OK OK可以 好了这边上去 我们现在在这边是石龙缸 所以好高 我们现在来这间五房市 一进来呢左手边客厅 整个客厅好大 右手边呢这边是厨房 这边有厨房他们现在安装 然后这个是公用的厕所 这个不错 还挺不错 这边过来的话就是主人房 这主人房就大它是两个房间 打通变一个房间 一进来 这边有一间 这边也有一间 这主人房的厕所 有点奇怪哦 等一下我还跟你们讲为什么 这厕所 好像是那种公寓室的吧 看起来对吗 干湿分离 这边 里面 看到 干湿分离 这里 镜子 上面 要除 为什么我说奇怪呢 一路来呢 这边 外面应该比你面高 可是这个是可能是因为他做这个马桶的关系 他把这个弄高了 以前可能这个马桶是在里面的 他把它放 换过来还是什么东西 要不然不可能会 这边会比 这边高的 因为 你这边 里面更比外面高的话 水就会流出来 这个很危险 这边很危险 这个是主人房 这就比较大了 弄成镜子 弄回两片镜子 镜子要换 镜子有点问题 不懂他到时候的格局是怎样 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厨 这边有厨 这个大厨在这边 这边是有梳妆台 那些 这边就是他的房间 他的那个床 床头放在这边 因为有空调在这 这边没有空调 主人房一出来 右手边 我们走过来就是 这边是客厅 这个客厅就大了 到时候摆设 差不多一样了 这边都是那些 呃电视机的 和 那些沙发 这边是有个学厨 等下我们要安装的 然后来这里 这个阳台 超大的阳台 看到没 这两台爽了 给种花 弄一些有的没有的在这边 再来呢 这边有两间房间 左手边一间 嗯 这种这种最适合做什么 做一个厨啊 厨柜 刚好放在里面 跟这边平 跟这个橡皮平 整个 对呀 右手边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所以呢 我就跟你讲 那时候我们在那个 丹碧尼 那时候我们不是在丹碧尼 看到一间是这样 我们这边 直直走来嘛 这边是那个 储藏室 两个房间吧 对吗 啊 这边是整个墙壁 应该平的 所以里面是储藏室 可能这个 呃 他把它敲了也不不一定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做一个厨吗 厨厨这边 就看起来整间房间就比较大间的 空调 放在哪 空调没换 旧的 他那这只是 装修 他有一些东西没换 你这边看出去 很透光啊 很舒服 其实 因为单单客厅就 很宽 很宽敞 这边也是有空调 在 客厅的空调 这是旧的 以前他没有换过 吃饭的都在这里啊 刚好有个位置 窗口也是没换 在这个厨房厨 浅蓝色 哎呀 我们先走了 留着他们在这边 继续的 先把口罩给戴上 先把口罩给戴上 要不然被抓了 被罚款 三百大元 三百大元 哎呀 回来公司办公 其实也解决了很多那些 问题啊 问题啊 员工的问题 最近 因为情人啊 现在需要多一点 增 要增加一些新的成员啊 那个物理那边了 因为那天 已经跟了 一间公司 签了一个月 也说 哦 我们就是 答应了说 把我们的人 帮忙他们 做一些 减货的东西啊 所以呢 所以呢 也是要回一些邮件啊 因为那些客人在问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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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终于把东西给做完了 电脑又关了 外面都暗了 要回了 你看外面的天气 都已经暗下来了 好了回家 回家吃饭了 冲凉 哇 肚子有点饿 有点暗 没人了 全部都毁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 哇 鱼来也大只 水也是有点肮脏了 这礼拜要来换水了 只剩下它 这门关了 回家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